今天你好吗 我是小龙姐姐 小龙姐姐今天要来说故事给大家听咯 今天的故事和一棵树有关系 这棵树很神奇哦 叫做摩奇 摩奇树 作者 斋藤龙剑 图 同品二郎 翻译 林真美 和英文化出版 故事要开心了 从来都没有人像豆太那样 那么胆小 都已经五岁了 半夜应该可以一个人去上厕所了吧 可是豆太说 厕所在屋外 屋外有一棵摩奇摩奇树 站在那里 树的头发遮住天空 沙沙沙的晃来晃去 而且他的两只手还会哇的张开 所以半夜如果没有爷爷陪 一个人是不敢去上厕所的 半夜爷爷睡得正香甜的时候 爷爷 爷爷爷爷 不管偷太爱用多小的声音叫 爷爷一定马上睁开眼睛说 要小便吗 这样总比把家里唯一的一条棉被弄失好吧 赶快起来了 对爷爷来说 和他一起在山坡上的猎人小屋 小屋伟命的豆太既可怜又让人疼爱 豆太的爸爸是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 他是在和熊活动的时候 猴顾裂开去打天使的 至于爷爷已经64岁了 到现在还是很厉害 他会追羚羊 挑过一块又一块的岩石 漂亮的将羚羊给逮住 可是 为什么就只有豆太这么胆小 小屋伟一样动不动就领色发白呢 摩奇摩奇树是豆太帮这棵树取的名字 它就在小屋的针前方 这棵树好高好壮 秋天一到 两斤斤的茶色果实就会洒过一地 爷爷把果实放到石旧上 用木杵将它碾碎 再把磨碎的果实揉成果真来吃 哇 那味道美极了 让人吃了还想再吃呢 嘿 树 摩奇摩奇树 让你的果实掉下来 大白天 豆太可以站在树下 用一只脚跺着地 气势凌人的叫嚷 可是 一到晚上 豆太就不行了 他会树说 嘿 树 摩奇摩奇树 让你的果实赶快掉下来吧 大白天 豆太可以站在树下 用一只脚跺着地 气势凌人的嚷嚷着 可是 一到晚上 豆太就不行了 他说 树会生气 会从上面伸出两只手打脚 跪来了 晚上 只要摩奇摩奇树 吵着豆太看 豆太就会尿不出来 爷爷抱着豆太 封了下来 好美的夜晚了 好想伸手 就可以碰到星星 山山里的鹿啊 什么 一定都点着花灯 我们在睡觉 好了 爷爷不这么说 豆太就不尿了 不尿第二天早上 常常就会像是 闹过水灾那样 所以 一定会这么说 豆已经五岁了 还要 真是羞羞羞 可是 对豆太来说 不这样 就不行啊 听说 今天晚上 那棵摩奇摩奇树 会像着火那样亮起来 爷爷说 每到农历的11月20日 半夜两三点 摩奇摩奇树 就会起火 起来看看 很漂亮的 我小时候曾经看过 你爸爸也看过 那好像是山里的神 在办庆典 每次只有一个小孩 可以看到这样的庆典 而且 只有有勇气的小朋友 才能看到哦 那 那 我可能 不能看到了 豆太 上着脸 有很小的声音说 既然爷爷 爸爸 都看过我 他当然 也想看 可是 要在冬天的夜里 一个人出去 看摩奇摩奇树 根本不可能的 到时候 我全身发抖 我才怪呢 听说 大大小小的树枝 都被点燃 整棵树在黑暗中发着光 美得就像做梦一样 话虽如此 豆太还是在心里默默的想 要是在白天 我也想看啊 不过 一想到 是在令人发抖的晚上 差点就尿出来了 豆太从一开始 就打定主意要放弃 他一钻进被窝 就把鼻子 靠在爷爷那 充满烟味的怀里面 早早睡着了 半夜 豆太突然睁开眼睛 因为他听到头顶上 传来熊的叫声 爷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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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豆太拼了命 想要抓紧爷爷 可是爷爷却不在旁边 豆太 不要担心 爷爷只是肚子痛 在一片漆黑当中 像熊一样 把身体缩成一团 在一旁呻吟的 原来是爷爷 爷爷你怎么了 豆太吓坏了 他冲向爷爷 爷爷忽然倒向榻榻米 咬着牙 发出越来越大的声音 我得赶快去叫医生 豆太像小狗那样 卷曲着身体 用身体把门张开了 把腿跑了起来 豆太穿着睡衣 打着赤脚 朝着半里外的山脚跑 外面满是心抖 而且月亮也出来了 山坡上铺了一层 像雪一样的霜 霜升进脚底 脚底开始流血 豆太边跑边哭 因为他觉得又痛 又稳又害怕 可是 这些都比不上 亲爱的爷爷 肚子痛来得更可怕 豆太哭啊哭 朝医生的家里跑过去 年老的医生 听完豆太的话 并用杯筋 杯起医药箱 还有豆太 然后在深夜中 爬坡 黑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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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爬向爷爷的小屋 头到半夜 雪竟然在月光中飘渥 这是今年的冬天 第一次下雪 豆太从杯筋里 探出头来 看着雪滑飘 并且用脚 咚咚咚咚 踢着医生的腰 因为他觉得爷爷 就要当小天使了 来到小屋前 豆太看见了一幅 很神奇的画面 哇 摩奇摩奇树上 全部都是火光 闪闪发亮 耀眼无比 这时 医生说 真的 真的像点了灯一样 不过 那是东青树的后面 刚好有月亮出来了 树枝和树枝之间 正好有星星 在闪闪发亮 再加上飘雪 所以看起来 就像点了灯一样 医生说完 就走进小屋 之后外头的情形 豆太就不清楚了 因为他必须帮忙医生 把柴放到灶里 把水烧开 可以说是忙得不可开交 第二天早上 爷爷的肚子不疼了 医生走了之后 爷爷说 你看到山神的庆典了 摩奇摩奇树上 全部都是火光 你已经是一个 勇敢的小孩了 可以一个人 三更半夜去找医生 真不简单 以后 再也不要说 自己是胆小鬼了 人 只要有一颗善良的心 遇到事情的时候 就会勇往直前 这时旁边的人 都会感到惊讶的 呵呵呵 虽然如此 豆太还是在 爷爷闭口的那个夜里 叫着爷爷爷爷 因为 他还是想邀请爷爷 带他去上厕所 故事讲完了 亲爱的大家 生活中是不是也会遇到令人害怕的事情呢 像是在地震的时候 都会突然让人家惊慌失措 不过 小容姐姐 这时候要告诉大家地震的保护自己的方法哦 这是地震三步骤 遇到地震的时候 请你记得 蹲下 稳住 掩护 记得这三步骤 就不会害怕啦 好 好 好 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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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